唐朝皇帝李世民究竟有多厉害 为何他去了殷曹地府 连阎王都要给他下跪呢 相信大家对千古一帝李世民的名字都不陌生 他是唐朝的第二位皇帝 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非常杰出的政治家 战略家 军事家 诗人以及书法家 李世民和父亲一起建立了大唐王朝 他在位期间 劝克农丧 修养生息 国泰民安 他一手开创了贞观知智的盛世局面 但是我们今天要聊的 却不是史书中记载的李世民 而是我国神魔小说中西游记中记载的 关于李世民的故事 在看西游记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场景 当年太宗李世民去世之后 去到了殷曹地府 得知此事之后 十殿阎王亲自接见了李世民 并对他进行了隆重的跪拜礼 那李世民究竟有何能卖 他为何会得到十殿阎王的礼带呢 这就要来谈一谈李世民的前世了 故事还要从多年前 靖河龙王触犯天条开始讲解 彼时 靖河龙王管辖的水域内的水族 出现了急剧减少的情况 经过一番调查之后 发现是因为查安城里出现了一个算卦高人 在操控着这一切 这位高人不是别人 正是袁天罡的叔叔袁守成 为了保住管辖区内的子民 靖河龙王亲自来到了民间 会见了这个袁守成 二人见面之后 靖河龙王和袁守成打了个头 让他算出第二天下雨的时间和雨量 靖河龙王说 如果袁守成没有办法准确算出雨量的话 那就必须要把招牌拆掉 并离开长安城 如果他算准了的话 那靖河龙王要给他五十两作为报酬 靖河龙王之所以敢和他这样打赌 是因为长安城的风雨都是由他掌管的 那靖河龙王赢了赌注吗 李世民去世之后来到了阴曹地府 得知李世民要来 连地府中的阎王都跑了出来 亲自迎接 地府官员后来还恭恭敬敬地 将李世民放回了民间 多给了他二十年的寿命 这是咋回事啊 靖河龙王原本打算操控风雨 赢得赌注 但是好巧不巧 天庭的人恰好在那天给他下了一道御址 让他降雨 更巧的是天庭的旨意恰好和袁守城所算的雨量 是一模一样 为了赢得这个赌注 靖河龙王不顾天条 执意篡改了降雨量 第二天 他兴致勃勃地找到了袁守城 对他说 你算错了雨量 现在你可以离开长安城了吧 袁守城却打倒 我早就知道你的身份了 现在你出犯了天条 你就等着天兵天将来惩罚你吧 听到这句话之后 靖河龙王惊愕不已 他赶忙请教如何才能救自己一命呢 袁守城告诉他 李世民身边的魏征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天庭的人曹官 如果李世民愿意帮他拖住魏征的话 那他或许还有一条活路 得知此事后 靖河龙王立刻给李世民拖了个梦 让他拖住魏征 李世民也欣然答应 但可惜的是 李世民只拖出了魏征的肉体 没能拖住魏征的灵魂 魏征还是严惩了靖河龙王 被处死之后 靖河龙王心里非常不分 他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到了李世民的身上 化为冤魂一直在纠缠李世民 最后李世民也一命呜呼 去到了地府 为什么西游记中 唐僧师徒只要说自己是东土大唐而来 人们就会对他礼贷有加呢 为什么李世民去世之后 会受到阎王的接见呢 这一切的一切都和李世民的前世有关 得知李世民去世的前因后果之后 魏征特意给自己在地府的朋友打了个招呼 让他们更改生死步 让李世民重回人间 因此李世民到地府的时候才受到了阎王的接见 而阎王之所以会如此看重李世民 不只是因为他是魏征力宝的人 还因为他是北极紫薇大帝的转世 北极紫薇大帝在天庭的地位极高 他的地位甚至可以和玉皇大帝媲美 按照排行和资历来说 地府中的阎王见到紫薇大帝 也是必须要行礼的 紫薇大帝是执掌天经地位 日月星辰的天神之一 他的修行比玉皇大帝还要更早 他之所以会去民间做皇帝 是天庭特意让他去民间历练 因此 这些阎王和天官再见到他的时候 才会对他保持礼带 并尽可能地为他提供一些方便 得知此事的前因后果之后 地府的官员改掉了生死簿 将李世民恭恭敬敬地送回了人间 至此李世民也多了20年的阳寿 并真正造福了人间 虽然说西游记中所讲述的故事 非常传奇有意思 但是西游记也只是一本小说而已 作者为了让小说看起来更加精彩一些 刻意用艺术戏剧的手法 对李世民进行了神话 人们在看待历史人物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客观的态度 千万不要将真正的历史和神魔小说给混淆啊